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要看一部比较另类的片子 在美国电影的规律中 像钢铁侠这种超级富豪 都是依靠科技而变强 而穷人一般都要靠变异 就像今天所要说的大毛 高中生大毛是一名穷人家的孩子 母亲患有重病 依靠父亲的救济金养家糊口 他的父亲是一名酒鬼 会时不时的暴揍大毛一顿 他是一个喜欢摄影的少年 想通过摄像机把自己的一切都给记录下来 铁蛋是大毛的表哥 他们两个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每天早上他都会开车带着大毛去学校 由于大毛家庭环境的影响 从小到他就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这一过程也被自己的录像机给拍下来 换句话说 他就是大家眼中的loser 一天晚上 收到铁蛋的邀请 大毛前去参加一个party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聚会 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们在野外发现一个大洞 里面传出来神秘的声音 在强烈好奇心的促使之下 三个人带着摄像机跳了下去 洞穴的景象令他们十分震惊 一块巨大的蓝色石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石头里面貌似还有什么会动的生物 首当其冲的老黑不自觉的摸了一下石头 然后开始狂流鼻血 石头的颜色也变成了红色 三个人只剩下大喊大叫 当镜头再次变量时 三个人完好无损 并尝试利用棒球来测试 果然 球在要撒中大毛时 停在了半空中 前一晚的石头给了他们超能力 可以利用意念操纵事物 三个人经过短暂的练习 逐渐将能力开发了出来 大猫在三个人中是最强的一个 老黑是最弱的一个 得到超能力的他们会做出一些好玩的事情 比如用意念堆积积木 不用手吃薯片 偶尔也会搞一下恶作剧 恶搞一下旁边的女同学 在超市吓一下小女孩 时间久了 他们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可以随意移动一辆汽车的位置 就有这么一天 大猫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随手一挥便把汽车扔进了河沟 好在有老黑和铁袋救助之下 并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三个人也因为这件事情 产生了不同的分歧 铁袋认为现在他们能力太强 需要制定规则来约束能力 不过大猫并不这么认为 一周之后 他们开发到了新的玩法 在天上玩着橄榄球 和超人一样 自由翱翔在云彩之中 玩的是不易乐乎 然而他们并没有飞行许可证 差点和一架客机迎面而撞 大猫拼死救下了坠落的老黑 老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富人花花公子 为了报答大猫的救命之恩 他决定要帮大猫改头换面 借给了他一身帅气的祈福 在学校的表演会上 大猫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表演立场震惊的魔术 在座的所有人都看不出来丝毫破绽 全程尖叫声不断 大猫也从大家的印象中改头换面 在晚上的聚会中成为了耀眼的明星 红发妹女主动约会大猫 可能由于大猫比较紧张 不小心吐了红发妹一身 本可以就此屌丝逆袭 遇到这种尴尬的事情 以后很难再翻身 对着关心他的老黑也没有好脸色 回到家之后再次受到父亲的殴打 不过这次的大猫利用超能力反抗 心情郁闷 他独自一个人飞到了天上 老黑飞到天上关心他 天上乌云密布 有啥事下去再说 大猫听不清句任何话 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罪 接着一道闪电袭来 老黑正好被批到 至于是不是大猫用能力杀了他 并没有明确给出解释 同位超能力的铁袋 严重怀疑是大猫杀了老黑 他认为现在的大猫已经失控 变得不再是以前的他 大猫并没有解释太多 转身飞向了天空 等他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在嘲讽他偶特的丑事 一时间大猫颜面无存 面对多舌的人 他直接拔掉了人家的牙 做的事情越来越极端 说不过别人的说就要动用暴力 还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他现在就是生物进化的顶层猎手 作为一个强大的人 欺负弱小的生物是合理的 铁当再几次找到他劝说 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 打又打不过 说也不听 索性就啥也不管 大猫的母亲瘫痪在床 需要支付昂贵的医药费 一个邪恶的想法由此产生 他戴上面具去抢劫 欺负过他的恶霸 由于抢掉的钱太少 他再次冲进加油站实施抢劫 就在成功逃离时 店员拿着墙追了上来 大猫随手那么一挥 不小心点燃了加油站 他也身受重伤 处于昏迷状态 警方通知了他的父亲来到医院 父亲告诉他 母亲在抢劫的当晚死亡 还怒骂这一切都过错都要怪大猫 一气之下 他再次动用超能力 直接炸了病房 另一边的铁弹狂流鼻血 他知道大猫又要搞破坏 开车带着女友赶到了现场 此时的大猫已经完全失控 从高空扔下了他的父亲 索性被铁弹救了下来 为了阻止大猫现在疯狂报复行为 铁弹不得不在众人面前 暴露自己的能力 在天上追逐大猫 可惜的是铁弹的功夫没有练到家 被大猫在空中吊着打 人类武装包围了他们 要求大猫举手投降 在大猫的能力面前 随手那么一挥 汽车和人都要飞到一边 铁弹在一旁劝他不要伤及无辜 不仅没有劝到大猫 反而更加激怒了他 在最终万般无奈之下 铁弹亲手毁灭了大猫 之后铁弹趁着被包围时 飞了出去 带着大猫的相机飞越了西藏 因为在之前 大猫的愿望就是去西藏 铁弹把相机留在雪地之后飞走 电影也结束 本电影动用了很多第一视角镜头 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剧情来说和美国英雄主义是不一样的 比较接近于暗黑风格 男主看着特别的眼熟 是刚刚出演过旅客背松的星际特工 总的来说看着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的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